次贷危机之后,各国央行疯狂印钞,其本质是疯狂推动市场主体增加债务,而如今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。 在债务的重重压迫之下,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主体都没钱了。 整个世界的需求正在耗尽,这一点不管从美日德三国的汽车销量,还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房地产成交量上,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。 这也是原油价格暴跌的根源,即便欧佩克宣布减产,也收效甚微。 需求的下滑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,倘若需求下滑的势头得不到改善的话,未来的经济路径怎样演化,是大家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。 需求下滑最直接的影响当属企业开工率的下降,而这正是所有问题的核心。 企业开工率下降,很可能会导致裁员甚至倒闭,失业人口随之上升。 最近一段时间,这种苗头已经开始显现,很多全球知名企业都宣布裁员,部分企业裁员规模甚至已万计。 与此同时,失业人口的增加,又会导致需求的进一步恶化,形成恶性循环。 更要命的是,失业率上升还会加剧,社会的不稳定。 近期发生在法国,乃至整个欧洲地区的黄北新运动便是征兆。 随着市场主体需求的萎缩,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社会氛围建成过去时。 同时企业开工率下降,失业人口上升,还会导致企业和家庭的债务危机。 2018年,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债务违约都在上升,市场上各种金融产品纷纷爆仓。 预计2019年的焦点将集中在银行部门,部分小银行倒闭已是必然。 对于各国政府而言,财政收入是核心,当企业开工率下降,失业上升之后,财政收入必然会随之下降。 在主要经济体债务压力已经十分严峻了的今天,大家的日子该怎么过? 现在,美国政府正在停摆,难道让其他各国政府也都跟着关门甚至倒闭吗? 在这样的时期,一些政府会考虑采取各种手段打土豪,比如法国政府为了应对黄背心运动带来的压力,只能提高那些在法国运营的国际公司的税负。 为了财政收入,法国政府也只能出此下策。 但打土豪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有限的,而且有鲜明的红线,自己打自己的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。 最终,一些政府只能走上继续印钞的道路。 各国因为具体情况不同,继续印钞的压力也不同。 那些内需市场好的国家,会倾向于用关税和配额等非市场手段,保护内需市场,稳定企业的开工率。 进而稳定自己的财政收入,减轻印钞压力。 这是美联储可以持续不断地推进加息的基础。 而那些内需市场差的国家,企业的开工率就会下降得很快,继续印钞的压力也就随之加大。 比方说,日本央行行长就已经公开表态,还会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,以应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。 也就是说,日本还将依旧走在印钞的老路上。 令人乐观不起来的是,只要通胀没有恶化到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。 欧亚各国的主要央行们肯定会紧跟日本的步伐一样大举印钞。 可是,继续印钞的结果只能是推高负债,让内需继续萎缩,最终引发债务危机爆发。 那么这将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三个结果。 第一是,纸币失去了信用。 因为,当需求持续萎缩的时候,企业便没有了扩张的空间。 很自然的,央行印刷的钞票,也就无法进入实业领域,继续创造财富。 而一旦纸币未能参与到创造财富的过程,他们也就只是财纸一张,唯一的去处就只能是避险。 第二是,黄金、白银、石油以及部分有价值保证的外汇,将成为避险物。 既然纸币需要避险,就要有标的物,而这些就会成为标的物。 虽然最近,原油价格跌势猛烈,但原油不是一般的大宗商品,它更像是国家商品。 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在控制着它的价格,也直接决定着很多产油国的财政和政府的命运。 这轮原油价格的下跌,本质上是每日中德四国的需求不断下降所导致的。 汽车销售下滑,必然会导致原油的需求下滑。 经济增长下滑,也必定导致需求下滑。 但当价格跌破,部分产油国的综合成本线,国家的力量就会起到主导作用。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下综合成本线,它指的是由产油国财政决定的原油价格。 比如沙特,虽然原油的开采成本是每桶七八美元,但如果要实现财政平衡,就需要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七十多美元。 这就是沙特的原油综合成本。 所以,原油在未来必然会成为纸币避险的标的物之一。 第三就是战争。 全球著名对冲基金,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称,衡量全球各地冲突的一项指标,民粹主义指数。 现今这个指数,已经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对于不少国家来说,采用肆意印钞的手段来弥补财政收入是很困难的,政府也没有肆意加税的能力。 因为一旦采取上述措施,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很有可能会直接倒台。 困境之下,有些人就会选择冒险,就会选择战争,通过战争让自己摆脱困局。 其实造成今天全球经济陷入困局的根源,是经济全球化的成果,大部分进入了少数人的腰包,贫富差距恶化。 因而压制了需求,当债务上升到红线的位置后,就出现了今天这种无解的局面。 未来,很可能有两种情形出现时,才会缓解今天的处境。 第一种是,进行债务出清。 本质是债务进行大量集中的违约,导致纸币大幅贬值,债务负担得以减轻,缓解今天的现状。 但是即便如此,这也只是阶段性缓解了问题,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 第二种,就是终极的解决方式,战争。 因为战争,不但会破坏,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,而且会造成,纸币的非理性贬值。 最终在新的水平上,实现新的供需关系平衡。 一战,二战,不都是在这种困境中爆发的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